思不真 每日灵修 经文 耶和华 求你不要撇弃我 求你不要远离我 诗篇 三十八篇 二十一节 当我们落在患难 试炼当中时 我们常常祈求上帝不要离弃我们 但是我们却忘记我们要随时这样祷告 无论我们多么属灵圣洁 我们每时每刻都需要上帝的扶持 无论在顺境 逆境 无论是失忆或成功 我们都要祷告 上帝啊 不要撇弃我 只有你的扶持 我才得平安 一个小孩在学走路时 需要有人在旁边扶他一把 船若失去了舵手 就会飘离航道 我们不能须与离开上帝的帮助 天父上帝啊 求你不要撇弃你的儿女 免得他们落入敌人的网罗 牧人啊 求你不要离弃你的羊群 免得他们迷失 偏行几路 当我意气风发时 别离开我 免得我骄傲 自打 当我忧伤软弱时 别离弃我 免得我向你抱怨 若没有你的陪伴 我就软弱孤单 若没有你引导 我就无法走完 充满艰难诱惑的事路 耶和华 求你不要远离我 我的救助啊 求你快来帮助我 救我的上帝啊 不要丢掉我 也不要离弃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